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实也不用发什么报告 我就跟各位讲答案 大富都要去香港玩 到大陆去玩的时候 要玩台北股市 你今天路标 三百多点 深圳 如果你是大富 好会长 如果你是大富 台湾是7% 而且要死不活的 长6点 那香港无限大 对不对 那中国10% 你当然要跑去那边 不是现在才跑 是从去年以前 就一直往那边跑 越跑越多 理论上来讲 是这样一个观念 如果我是大富 我要玩股票 一定玩一个 有人气的 比较热络的 就好像台湾股市里面 虽然是很低迷 还是有一些股票有人气 像这个红杰科 文帽这一组的 或者是光铅 或者是一些 常常有一部分来讲 会有人气 他当然玩人气股 这是人之常情 那些没有成交量的谁玩 那台湾的股市 就是一个没有成交量的市场 那谁玩 当然就是剩下 我们这些小咖的在玩 那大咖的还会玩 所以我说要调查 我说调查什么 我就讲答案 调查什么 他们就跑去那边玩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吸金 其实干嘛吸金 因为他们一天成交量是 10兆台币 以前是5兆 然后经过两个月以后变10兆 那我们是1000亿 不到 对 不到 那是100倍 那吸什么金 有什么好吸金的 就算是他还给我们2000亿 我们3000亿 他还有 还是10兆 那10兆 减2000亿 还是10兆 零头而已 对 没有 所以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们才不长 是因为我们本来没有 就没有金拿来的吸金 是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 讨论这个东西 已经是一段时间了 就是大家没有信心了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投资朋友 信心度不够了 那我们但是 但是还是要做啊 我们还是要研究 这个股市到底 我们要买什么股票 对啊 而且从6月以后开始 我们那个涨跌幅 不是放宽到10%了吗 就跟中国大陆有的拼啊 有啊 刺激感就有了嘛 对不对 会回来吗 资金会重新进来吗 应该没有正相关 但是会比较精彩 比较精彩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刚好要讲这一块 农资放宽 不是 赏跌幅放宽以后 会造成很多的 比较公平性 因为这个到时候大户 主力啊 比较不容易坑杀我们的散户 因为他要拉涨停 要拉涨停 那个代价会比较高 那不小心如果拉不到涨停 被打下去 对 变跌停 那20% 20%那很麻烦啊 就是说未来来讲 主力的代价会比较高 但是对于散户来讲 比较公平 我是认为比较公平 那只要未来来讲 大家比较不要用市价去 去做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我之前讲过了 反弹这个礼拜是 因为季线的周扣底是 9622 所以面临不得不涨 如果大盘在今天没有涨 今天最低是9589 假设今天的收盘价 是低于9622点 那月线是往下的 会变成空头 季线 那季线会往下变空头 现在月线是往下 月线的扣底值 这个礼拜开始扣底 9900点以上 所以这个礼拜 月线基本上都是往下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空头 一个短空 那短空碰到了中多 季线向上 联强还是一个整理盘 所以我已经讲过 这个盘要上去 一定要看美国的 费成半导体 那里面有一档股票 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带头涨 这个盘才会突破 才会突围 否则的话 这个盘最后 会变成越来越麻烦 那我比较担心的是 就算是大盘 由台积电来测动 大盘往这个 万点来挺进 可是上贵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上市的中小型股票 其实很危险 那为什么很危险 因为只要你的股票 我现在跟各位讲是比较严肃 如果你的股票已经跌了三成 你手上的股票已经跌了三成 而且你确认它不是法人股 它不是全职股 你要很注意 因为这个礼拜 听上讲过 这个礼拜的一个上半周 延续到上个礼拜 是一个空窗期 很多的主力股 它会利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 急速拉抬 来卖掉 它之前可能会没有卖 主力可能来不及卖 被套牢 它也是被套牢 那它拉起来 它的目的是为了逃命 要把股票卖给投资人 那卖给你们之后 因为为什么要卖 因为丙总会抽资金 未来来讲 因为所谓丙总 跟金主借钱 我们一般在融资是借六成 自己出了四成的现金 那一般有些做丙的 做丙的它只有出一成 甚至是跟期货在做法一样 用保证金的交易 所以只要股票稍微跌一下 丙总为了要保护他自己 借出去的一些资金 他会马上砍掉 因为你户头是在丙总那边 在主力那边 他帮你砍喔 他会帮你砍 因为他借你的钱是10% 20% 对 不是 你自己拿出来是10% 20% 他借你八成 他怕他自己输钱 所以如果股票有跌了超过三成 整户的维持力 他会开始松 他会开始松动 这个时候会松动 然后反弹以后 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个事情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各位投资朋友 拿这个表格来讲 就是说大家比较不了解严重性 所以我必须要跟各位再度谈到 信用交易的这个维持力是农资的 就是原农资的担保证件的市值 就是你原本的市值除以农资的金额乘以百分之一百 那假设我用这个假设大部分的股票 百分之九十都是借六成 融资六成 自己这个现金的自备款是四成 那担保的证件市值我们假设是一 不管是十万也好 一百万也好 一千万也好 我们假设是一 那原始的维持力是一除以百分之六十 就是一百六十六percent 一开始 一开始大部分投资朋友在投入的时候 就是一百六十六percent 因为借了六成 那如果借五成的话是两百percent 比较好 那但是大部分都借六成 所以很危险 很危险 那为什么危险 因为未来来讲 最低的维持力从六月一号以后开始 就是一百三十percent 只要跌破一百三十percent就会追降 那平均你的股票 所有股票跌幅只要二十二percent 那表示说现在目前 侯市朋友 如果你现在融资维持力是一百三十几percent 你一定会断头 因为现在不用 现在五月份还是空窗期 但是到六月一号马上断头 你马上要补margin 要margin call 那如果你没有把钱准备好 你很快就会阵亡 这是跟各位讲真的 那另外第三点就是 信用维持力 假设某一个投资朋友 现在的股票 总持股是平均下跌百分之十二 那算出来的维持力是一百四十六点七 看起来好像还很高 对不对 好像还很高 但是我强调是已经跌了百分之十二 那跌了百分之十二 像这一组投资朋友很多 根据我去说明会 我看到非常多人都在一百五十几 或者一百四十几 那非常危险 为什么非常危险 以前不是那么危险 但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危险 因为只要跌百分之十 那跌百分之十 以前你会觉得跌百分之十 好像很多对不对 其实很容易 现在从六月一号以后 一根 一根跌停板就到了 只要在 你说这个大盘再怎么看 它假设涨三天只要跌一天 它就会跌 你的股票可能就会跌百分之十 因为股票它不 上市的股票在反弹 很多的中小型股一定会跟着反弹 但是等到又 大盘不可能天天涨 它有时候涨个三天 涨个两天 跌三天跌两天 那只要在跌的阶段里面 你就会破底 我相信你在 你听了懂我在讲什么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因为六月一号以后 涨跌幅扩大 那因为农资的杠杆倍数是 1.6倍 是现股1.6倍 所以它只要 从百分之十二 跌到百分之二十二 它的农资的 这个整幅维持率 就掉了百分之十六下来 你看大盘是跌百分之十 从十二到百分之二十二 那等于是跌了百分之十 那你的农资维持率就要跌了 百分之十六以上 这个就是因为杠杆倍数 杠杆倍数的一个层数效果 所以按照我个人的推断来讲 从下礼拜开始会有断头潮 一定会断头 不管大盘是不是上万点还是断头 因为我讲的是那些投机股 我不是讲台积电 如果你买了台积电 买了鸿海 没事 你买了中华电信 远传 没事 你买了联发科 TPK 没事 我保证你没事 但是一般投资朋友 我讲的是 很多人在操作股票 喜欢做那种中小型的股票 但是那个是做短线的 你要懂得跑掉 那如果你要做这些股票 我建议你要追 要追强势股 因为那些股票没有跌 它融资维持率就不会有危险 那可是投资朋友 喜欢买那个跌的 那不好 买跌 买跌的股票加码摊平都不好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 那我个人来讲 我认为这个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的 是可以解决 只是投资朋友 到底要不要想办法 你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提高它的维持力 避免在6月1号以后被断头 甚至可能不到6月1号 5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下半周 就会有这种断头草出来 那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所以为什么我跟各位讲 就是你现在的做法就是要 要小心 很多的股票跌很多 我们也不要一个一个点名 因为点名大家也心理上也不太好受 我只是告诉你 一些股票反弹上来 很多是主力股 他们已经无力可以回天了 没有办法再拯救你了 那大部分的股票 只要跌了三成 从最高点跌了三成 那些都是高风险的股票 那高风险的股票 你要利用反弹的时候 赶快处理掉 或者是用其他的办法提高你的信用 维持力把它提高上来 那这个地方我有办法 那我一再强调就是 操作上 你也不要贪多了 因为我去这次在 在讲座的时候 我都是跟各位讲过 就是我们在操作股票来讲 我们一手就是三党就好了 最佳蒙打赏 蒙打赏就是 其实就是 要有三个安打 你知道蒙打赏就是 日本的职棒里面的一个名词 就是 你上了打棋 不管是三次 四次 五次 你要打三个安打 要打三个安打以上 才能够称为蒙打赏 那我的意思就是 你要精准化 你不要那么多股票 例如说你股票是30党50党 你这个地方没有把它减少化 或者是把它精准化 你可能会受了很大的吃亏 我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来报告 那我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是跟各位讲过 我们去说明会的时候 我也提到 就是 你操作上面尽量就是 以我这个方向来参考 就是 我们是公万点 我们策略的股票 全职股有两党 对不对 那这个第一拐点有两党 那第四拐点有两党 那总共有六党 总共有六党 那小型股 主力股会有跌生反弹的 大部分都是讲到 生技股跟太阳能 那这六党 我这个地方把它公开 因为我也没有必要骗你 就是有去 现场人都知道 就是 万点策动的全职股里面 我们推荐只有两党 你不会喜欢的 但是它会救你的命的 一党是台积电 另外一党就是红海 这两党 你看看就好 听听就好 我知道你不会买进 那这个第一拐点的股票 有两党 一党就是这一党 就是永贯 就是5月22号 我们买进了永贯 1589的永贯 听说今天差一点涨停板 就是在5月22号 那另外一党第一拐点的股票 因为我们还在布局 所以我明天才会公开 基本上明天后天才会公开 那第四拐点的股票 有两党 一党就是新日光 3006的金豪科 它也是大空头 它是一个跌身反弹 大空头 虽然是第四拐点 我们推荐 但是是大空头 那这个第一拐点的股票 才是多头 所谓第一拐点 它才叫多头 它就是突破 我们称为破晓最大红 这个是破晓最大红 就是这个是多头的股票 那标准的就是今天 这个1589的有关 那今天 今天才买 当然来得起 可以 今天买也可以 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就切入了 就是我们切入的时候 应该是不到200块 那今天是最高 已经差一点点 就攻上涨停板 那成交量是还可以 温和放大 那我们 我们这种股票 就是不会去追在 220几块 利用它回撤的时候 回撤到上升季线的 变形第二拐点 然后来测试月线 然后从底部开始 量收开始放量 放量突破 上升月线第一拐点 冲破那个光口 我们称为破晓最大红 那这种走势 跟3008大力光电 之前的走势一样 3135的时候 我们买进了大力光 3135的时候 那一天 就上个礼拜 有一个长红那一天一样 就是回撤了上升月线 在底下 直接放量突破 称为破晓最大红 马上要急速进场的 第一拐点 那进场之后 现在目前来讲 是持续的扬升 那我们不预测它的高点 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个机会 要把股票 我再提示一遍 要把股票反弹的股票 换到全职类股来 如果你 因为你 我现在就是说 不是小型股不能做 我是怕你不会做 你到全职类股来讲 你可以保平安 你至少六月份 你不会被断头 所以 一手三挡 最佳蒙打赏 我想这个地方就是 操作上一定要用这种观念 我们把时间先交给主播 谢谢 好 这六月份即将要来了 涨跌幅一口气 放大到了10% 那么融资维持率的部分 可能真的很头痛了 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呢 等一下有更多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万通国际证券投雇 正派热诚专业 精准掌握趋势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次进出点 服务专线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零二七七二五九六六八 最深凉商机 威力不可小准 你说我刚才的新闻吗 待到这里 爱看几次就看几次 你有第一首消息要爆料吗 只要随时随地 拿起手机 明星卖萌大吉博 显得比我可爱呢 掌握第一首偶像动态 四十个小人物 追踪最新的剧情发展 哇 跟我一起发落 三十个大吉博 一家消息 先上网搜寻 三立新闻网 AirAsia 每周四单极飞八味道 单身还是二十八八元起 聪明省 轻松玩 最低套价只在 airasia.com 这不是诠释 这是探险之旅 这不是险阻 这是乐趣的存在 这不是道路 这是前进自由的方向 ODIQ3 驾驭框架外的精彩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不是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 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一个朋友叫阿秋 一个看完我就会一直叫他 阿秋 就还说他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再说道 我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 让LP33一米优多照你 LP33一米优多 阿秋走开 让LP33照你吧 大吉大人家 刚刚说到了 这六月份整个操作策略 怎么样了拟定呢 现阶段来说 有一些跌身反弹的个股 的确是可以强短 没有错 可是强短也是有技巧的 丁老师 对 强短当然就是要强势股 那强势股 投资朋友越不敢买 越会飙 就这样提供给各位几档参考 就是八四三一的会赚科 就一直标出去 3529的立望 他在前一阵子也是出现了 突破变形第一拐点的破晓最大红 是在已经是 如果算起来应该是两个礼拜以前 就是突破上升月线 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拐点 那3658的 这档股票真顶 它也是一样 一直持续在强势当中 641的华瀚 其实都是很多 这次上来以后 不是只有大立光跟汉维科 两个上去 带动了很多的高价股上来 那现在目前 为什么人气还没有 马上升上来 最主要是因为台积电 跟鸿海还没有放量 还没有放量涨 但是我个人认为 已经跟各位谈到了 就是我判断 费城半导体 在很快的时间里面 就会创下了波段高点 台积电是在费城半导体挂牌 ADR是在那边挂牌 因此它跟那一组最有关系 那美国股市短多中多 所以规定来讲 外资是持续要买超 这不用再讨论了 那我认为其实做法比较重要 我现在跟各位谈到就是说 投资朋友你要了解 你要检视你的融资维持力 信用家维持力 因为我担心你 你没有办法参与到 这一波的一个大行情 如果你现在目前来讲 有稍微的亏损 或是融资维持力不够 其实你需要我帮忙 我会帮你忙 我会用很多的方法 帮你让你能够挺得住这一关 因为我担心 当你的股票还没涨起来以前 你就可能被被迫离开市场 那其实有很多的方法 可以拉高你的维持力 不是一直叫你拿钱过来买 叫你一直把钱拿过来摊平 那是不对的 因为越摊越平 最后会躺平的 你不能一直持续 自己买进那些下跌的股票 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过 就是你的融资维持力 如果说信用维持力 是150% 以下的 你检视一下 你的风险很高 我没有骗你 因为它只要一个跌停板 下去你就断头了 你不能等到那一天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把你的维持力拉高起来 那最好的方法 当然就是听我的话 把股票换到 我的股票来 例如像我的股票 最近来讲 虽然今天还在整理 2409的友达 或者是3474华雅科 或者是我之前讲过的 不管是2454的零发科 3673TPK 其实我都是持续在追踪的 因为我们把这个6176的类仪 把它获利掉了 6176的类仪 那时候也是20几% 类仪 我之前讲过 就是获利掉 然后真顶也获利掉了 真顶在上个礼拜五 是也获利掉了 这种股票也是获利 大概2% 大概10几% 不是2% 两个停板 大概10几% 那我们一直在保持 在赚钱的状态 但是要移动 我不可能永远 在做同样一档股票 例如说我们把这两档股票 卖掉 我们把财料资金去买进 F永贯 对不对 那上个礼拜五去买F永贯 今天差一点就涨停板 那也许明天会继续强 那我觉得操作上面 我们为了是要有速度 一个速度 例如像我们在做股票 难免有些股票会进入整理 例如像TPK 4月29号 我们买进的时候 是185块左右 那持续沿路上的加码 但是我们不会期待 它每一天都涨停板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主力股 我们是全职股 是法人股 所以在一个礼拜时间 比如说 4月29号到今天 也其实也不到一个月吧 大概三个礼拜多一个 不到一个月 那我们就帮投资朋友赚了 大概快两成 两成的 那如果给我一个月时间 也许就三成嘛 对不对 那两个月时间来讲 五成 我想也不会太困难 所以在操作上面来讲 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获利状态 我不喜欢持有那些 没有赚钱的股票 因为我操作上本来就很积极 我个人操作比较积极 而且你说股票 越强势的股票我越喜欢 我不喜欢那种阿力不搭 或者是在那边趴在地板的 那些股票我都不喜欢 所以我讲过了 我们买进永贯 也是一个突破第一拐点 但是另外我们还有一档 股票现在在准备要突破 明天就要突破第一拐点了 也要留给你 你来跟我操作 我会那档股票会给你 那一手三档 最佳猛打赏 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投资组合 我们是三档 那我们希望很短的时间里面 可以拿到利润 而不是在那边等待 不是在那边自爱自怜 每天都在讨论说 大盘会不会涨 会不会跌 其实我们是在做股票 不是在做大盘 我讲过了 我一向跟各位讲 我们没有在做 代指数在做期货 没有 我没有说那种会员 我是在做股票的 我是做股票老师 所以如果可以 大家可以给你自己一个时间 一个月两个月 你比如说两个月时间 交给我 你不用担心 不用害怕 讲太久没有意义 我如果跟你讲说 未来三年五年 或是一年两年以后 股市会涨到哪里去 我想这个你听不下去 你给自己时间 一个月时间 两个月时间 让我来帮助你 尤其是在目前的阶段里面 最需要我的帮忙 因为你的一些股票 真的需要我来帮忙 我很担心那些股票 万一反弹上去 主力倒给你 或者是反而上去 主力走了 你怎么办 你应该要回归自然 回归到我的股票来 我的股票是金不再多 所以我在跟各位讲过 就是一手三档 我们的组合是三档 我们不是说像别人这样子 买了 每天都在买五档 然后一个月买了一百档 然后这个一整年 把整个交易手 一千六百档 全部买回家 你看我的解盘 我会不会每天换来换去 每天抓强势股来跟你解盘 我们不是那种咖 我们还是有一点格调 这分析师还是有分 格调高跟格调低 你知道吗 我不是专门在这里 追涨停满那种咖 我是负责帮你赚钱 那个老师 你知道我的做法 是非常的稳定 所以你要把你的股票交给我 我再度的跟各位讲 尤其在五月底之后 六月份快到了 一百三十百分的维持力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而且未来放宽涨跌幅 十百分以后 真的是会造成大家 可能操作上 如果不小心的话 会很麻烦 所以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好 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掌握一下 今天三大法人的最新买卖超 在外资的部分 果然今天是卖超的 卖超27.6亿 那么明天呢 这个量能会不会稍微回来 怎么来或许观察 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今天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